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节的主角当然是耶稣基督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读一段的圣经 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到二十一节 里面是记载耶稣基督出世的时迹 在百里行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耕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位的成女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我再马曹女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就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尋见玛利亚和约失 又有那婴孩 恶在马曹女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 就差以牧羊之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 马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冲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 赞美他 满了白天 就给孩子行葛礼 与他起名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来到世上 他虽然是神 但是他取了老仆的形象 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 我愿意大家更加认识主耶稣 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阿尔徐 Christ the Saviour is born Christ the Saviour is born